不顾店员还在招呼客人 女子拉高音量 两个人就在店里当场吵得起来 这就是问题所在 就连铁门拉下来还在吵 原来是两间店比零 但卖的同样都是婚礼用品 一间开了六年 一间去年六月开张 营业不到一年的新店 老店不满对方 选在隔壁开张 分明刻意抢生意 三天两头拿着大声工 指着对方鼻子骂 但一个巴掌拍不响 被投诉的老店 同样也拿出监视器 指控对方疯狂抢客 把老店客人硬生生 拉到自己店里 甚至还强开客人车门 一边是疲劳轰炸入马店员 另一边则是主动出击抢客人 他直接把客人的门给打开 他非常的惊吓 说怎么会有人忽然开他的门 他吓到了 老店还说新店社局报警 检举占用棋楼害得他们 一个星期被开了物章单子 两间店水火不容 抢客人消假竞争 像是带路机 从原本480砍到300块 米苔价格掉了将近一半 就怕对方低价赢过自己 到头来根本没赚投 两家店互不相让 对补公堂没人得力 最终沉默会陈广瑞 台中彰化报道